DKO 贷款的赢得了 GKO 和新的 未争取的 USC 世界世界冠军 Magnum Chugweilin 我知道我肯定会是第一个冠军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会在深圳打这个比赛 我也没有想到 这么快会安排冠军赛 我这么快能打 我觉得这个比赛 天时地利人格 所有的都集中在一起 我拿到了这个腰带 因为这一天我知道肯定会到来 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我没有感觉到特别意外 我知道这个腰带肯定是我的 我觉得这对我来想 对我个人来讲 意味着我的梦想成真 然后我觉得对中国MMA来讲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它所有的技术 我都摸得很清楚 然后我觉得近距离打 和远距离打 或者摔跤地面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 我都能克制它 都可以打 所以我觉得我心里很平静 当然了 我知道 只要被我抓住机会 组合可能两三个 有两三个组合就差不多了 我们都想到了 教练也这样跟我说 但是我感觉他 我感觉很多人都说他特别强壮 然后我感觉还好吧 我想先回家 然后放松 然后放松几天 因为我有很久没有休息过了 我想先调整一下自己 然后迎接下一次比赛 我还没有想打 我觉得谁都可以 我没有特别想打谁 我觉得谁来都可以 以前他们都拒绝我 我觉得现在我是冠军了 他们肯定不会拒绝我了